你 愿不愿意听听我的故事 好啊 你有没有 不能以真面目世人的时候 看来 你能明白我从前的想法 那段时间 是我人生的低谷期 满身黑亮 没有人愿意相信我 也没有一个容身之所 可偏偏就在那个时候 遇到了一个特别讨厌我的人 可好死不死的 我又做了他的保姆 开始的那段日子 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生怕被他发现我的真实身份 但后来我发现 他表面高了 其实 内心是一个善良 温暖的傲娇二汉 最可疑深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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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重要的是 在我充满光芒的时候 他讨厌我 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他却给了我一个安身之所 还保护我 安慰我 在学会残忍面对 你说 他是不是我的天使啊 这些弄人的笑笑惆怅 你随着风飘去了什么地方 等靠近了昨天的梦 既然你把他当作你的天使 那你为什么要隐瞒他呢 那些折磨的雨季时光 我 我不知道要怎么开口 我害怕 我说出那个让他讨厌的名字 他就会远离我 我的天堂 重生在脚下 迟来的谁的模样 孤单的时候 太差头痒